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要改变清军的将士战斗的技能 那么1843年1月 两江总督齐英 还有江苏巡抚 陈茂采等人 那么他们也看到 清军的水师已经不能够适应 近代化战争的需要了 他们提出来要改变水师营的章程 那么他们在给道光皇帝的奏哲当中 也是讲到一个问题 说以前清军的水师将领出缺了 有了一个空位子 往往是从弓箭兵当中来进行选拔 就是看谁 射箭射得远 射得准 谁举那大师所 举得重 那么就选拔谁做将领 他说这样做 是吧 那么很不好 不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 那么他就要求以后清军的水师 再选拔清军将领 要以什么呢 以讲求操架周济 辨识风云沙县 熟悉大炮鸟枪为首屋 所谓什么呢 操架周济 就是你善于驾船使船 是吧 所谓辨识风云沙县 就是你要懂得一些天文知识 会看这个风向啊 知道海里的这个海滩呢 是吧 浅滩的暗礁啊 是吧 懂得航道啊 是吧 还要熟悉大炮鸟枪 那么就说 只要这些清军将领 水师将领 是吧 他有一些近代的航海知识 能够懂得风云沙县 能够会操作火炮火枪 即使呢 骑射生疏 易准录用 就是提马射箭不是很好 那么也可以把它提拔起来 那么这要求啊 变更水师营章程 那么大光皇帝看到这个奏折之后啊 也很赞赏 那么就要求清政府的兵部 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半个月以后啊 清政府的兵部啊 做了一个回复啊 回复就说啊 以后各个省的啊 水师营啊 这个水师将领啊 专以练习枪炮为要 要会这个开炮啊 会射击啊 那么同时还希望呢 其他的一切有关航海的 驾船的 操炮的啊 这些技能啊 也都会能够使用 他们说 希望能够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什么样的这种状况呢 就是一人能兼数计 一人啊 能够会几样的啊 这种职任 或一人专精一计 那么然后 对于这些人要逐一考验 分别等地啊 存绩档案 那么也就是说 要对于这个军队的训练 要把它这种制度化 是吧 分别等级 那么以后 一旦出现了水师的这个缺 是吧 出现了一个职位 不再轮缺 按照资历 是吧 论资排辈 不再这样了 而是什么呢 按照等地 按照你这个考核的这个优劣 何时减拔 来进一步的适应 近代化的这种战争的需要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梁宝长 继任的山东巡抚梁宝长 那么他提出了一个主张 就是说对于这个清军的水师 是吧 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实弹训练 实弹射击的训练 那么按照梁宝长的说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清军 是吧 每个十天就要进行一次军事操练 在每年的这个秋天 是吧 要进行实弹射击 那么梁宝长认为 采取这个办法 就可以使这个清军呢 熟练的掌握 这个火器的运用 那么对于这一点 是吧 那么道光皇帝没有给予认可 就是梁宝长提出来 就进行实弹射击的训练 道光皇帝没有认可 为什么道光皇帝不认可 那么说起来呢 我们现在看来很可笑 那么道光皇帝认为 这个火炮 是临时的制胜之据 这是制胜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法宝 说如果平常不断的训练 是吧 长期进行下去 这士兵呢 就会把它作为一种形式 不再认真训练了 这是一个理由 所以另外呢 如果多次进行实弹射击 就会刷大炮口 就是炮一打 是吧 把那炮口打大了 那么然后这个炮呢 很快就作废了 那么因此道光皇帝命令 那么每年的春季和秋季 进行两次实弹射击 每门炮 每次只能打两炮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清军呢 就很难是吧 提高自己这个战斗素质 那么这个情况 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落后的小农经济 没有办法支持近代的战争 因为近代的战争是什么呢 是一种钢铁的战争 没有钢铁 是没有办法进行近代化的这种 这种大炮啊 船舰这个制造的 近代化的 这个战争呢 它是需要这个钢铁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清政府内部还有一些人提出来 像脱昏布提出来呢 要制造空心炸弹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脱昏布提出来 制造空心炸弹呢 是要提高这个炸弹的爆炸威力 那么这个在近代战争当中 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但是脱昏布提出来这个主张 道光皇帝也没有给你认可 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不认可 那么道光皇帝他有一个想法 他就说 说你这个图昏布提出来 要制造空心炸弹 说这个办法呀 恐怕不实用 为什么不实用 他说 他说炮弹打出去之后 是吧 就在空中就爆炸了 那么这些爆炸这些弹片呢 飞向什么地方 这是没有定准的 没有办法控制 那么而且他说 说既如英仪 善于用炮 其所用炸炮 亦多不能炸击者 什么呢 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英国人 这么善于制造枪炮 是吧 他们用的这个炮弹呢 也不完全是空心炸弹 是吧 他们也是用的实心的 那么英国人都没有制造空心炸弹 是吧 我们怎么能够制造 反正道光皇帝 这个思想还是很保守的 英国人没有 我们也不应该有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了 清政府 是吧 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提出了整军金武的 这么一些思想 是吧 要制造枪炮船舰 是吧 要涉险 是吧 要这个这个多射炮台 那么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那么这是他提出一个整军金武的风潮 那么清政府 这个时候他的官员 是吧 这个励志非常腐败 那么这种腐败的励志官风 就决定了清政府 这个休眠武备 整军金武的风潮 是吧 不可能使清军的 这个武器装备落后 国防空虚的这种状况 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清政府官员自身素质不行 是吧 励志官风很拖沓 办事不认真 是吧 就决定了 他这个整军金武 是吧 他虽然提的 这个认识程度比较高 但是很难取得 这种实际的效果 那么特别是 这个时候清政府 在整军金武的时候 是怀有一种畏惧之感 就是不敢公开的声明 也不敢公开的表明 自己从此要振作起来 公开的表明要抵御外务 不敢公开这样讲 而是在一种呢 胆战心惊的条红之下 战战精进当中 来搞这个整军金武的 那么按照他们的理解 说现在好不容易中外议和了 中国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和美国法国也都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 所以现在是辅居已成 说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对于外国人 故不可不放弃狡诈 固然不能够不对他进行提防 他说由不可不适以诚信 那么更应该向外国表示我们的诚意 我们的信义 讲什么呢 说防止过言一生猜忌 对英国人对外国人防止过言了 反而容易引起外国人的一些疑虑 那么会导致战争 冲起战端 那么由此可见 在清朝统治者 他的思想深处 在他的政治天平上 外事无猜是重于那怀甚密的 或者说那怀甚密 是不能够有损于外事无猜的 那么因此 清政府在整军精武的时候 在整顿海防的时候 都事先要做一个声明 声明什么呢 他是要讲 说我们整军精武 整顿海防 吸引为引武废驰 变通整顿 是因为我们清军 引武废驰了 荒废了 我们自己要进行整顿 并非乘时修兵武备 重启兵端 说我们并不是要趁这种机会 是吧 增强我们自己实力 重新从外国开仗 重启兵端 不是这样 那么他就希望 通过这么一个表示 避免外国 因为产生这种怀疑 那么再次同清政府发生战争 那么可见清政府 这个整军精武 那么他是有他的局限的 那么清政府 在这个整军精武风潮 这个当中 做了很多事情 是吧 造船 制炮 涉险 是吧 整顿财政 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在当时看来 可以说是热闹一时 那么但是 我们看的话 清政府在整军精武风潮当中 最主要的 做了三件事 一个是训练兵丁 练兵 一个是造船 就是改造清军的水师船 那么再一个第三个事情 就是涉险 做要涉险 那么清政府 这个整军精武风潮 它的最终的目的 是希望什么呢 是希望养威 就是使清政府 达到一个 具有一种 很强大一种威慑力量 使这个外国人 不战而趋之 就是外国人一看清政府 力量很强大了 就不敢于轻易的 对华发动战争 那么按照清政府官员的话来说 就是总以贼不敢来 这个外国人呢 不敢对中国发动战争 来不能入为上策 那么也是说清政府 这个时候 还不敢公开的声明 或者下定决心 要休兵五倍 是吧 要彻底的去抵抗外国群力 不敢做这么一种表示 那么也是说 清政府的这个时候的 整军精武风潮 是吧 远远不能够改变中国 这种积弱积贫的局面 中国落后 这种局面不能够改变 那么因此这一次 就是说在19世纪 40年代 鸦片战争之后 出现的这个整军精武风潮 远远没有能够达到 就是19世纪 60年代以后 就是清政府 搞洋务运动的时候 达到那么一个高潮 那么因此在我看来 就是鸦片战争之后 这个19世纪 40年代以后 清政府搞的这个 整军精武风潮 它是洋务运动的 前期的一个表现 是它的一个端倪 或者说 可以把它称作叫做 一个小洋务运动 就是清政府真正的 是吧 就是改良自己的 这个军事机构 它的一些军事设施 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 那么这是在了 在到了19世纪 60年代以后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清政府 在40年代 那么应付外国侵略的 一个主要的措施 是吧 一个是从外国签订条约 要外事无猜 一个是整军精武 整军自己内部 是吧 是要内快慎密的 抵抗外国侵略 这是我讲的这个 第二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题目呢 是清政府对外交涉的实践 清政府对外交涉的实践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两个问题啊 基本上是清政府 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啊 这个思想认识层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呢 讲的第三个问题呢 大概基本上是属于呢 清政府的一些具体交涉 具体交涉层面的问题 那么清政府在同外国啊 进行具体交涉的时候 他们的具体政策啊 那么我做了一个总结 叫做展示机谜 徐图控育 展示机谜 徐图控育 那么所谓展示机谜 徐图控育 其实呢 只不过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清政府啊 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 外事无猜 内回甚密 那么这么一个思想的一个派生物 他们二者之间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 去仔细的分析一下 清政府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 就是前面讲的 是吧 这种外事无猜 内怀甚密 我们再分析一下 清政府的对外交涉的一些具体政策 暂时机谜 徐图控育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的时候 表现出了他的妥协性 和他的抗争性 是既具有妥协性 又具有抗争性 或者说妥协性和抗争性 是共存共在的 扁出了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下面 我们首先讲一下 清政府对外交涉的这种妥协性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啊 清政府因为需要同英国谈判 这个海关的税率 还要颁布新的海关税则 那么这样的话呢 清政府呢 就原来的就决定啊 在1843年9月 正式开放广州 来进行中外通商 要到1843年9月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英国方面提出来 说什么呢 他说这英国的商船呢 有很多 现在都停泊在外洋 是吧 因为现在没正式通港啊 没正式通商啊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英国的商船 只能够在这个港口之外停泊 就这样的话呢 这英国人呢 损失很大 他们很辛苦 那么因此就要求清政府 提前开港 在8月份 就正式开放广州 那么为此 英国人不断的向齐英呢 来这个施加政治压力 施加外交压力 那么齐英呢 当时就担心 是吧 说这个疑人呢 这个性情很暴躁 如果说你不提前开港 就容易引起英国人的不满 会发生一些事端 那么因此齐英呢 提出来 说与其持行一跃 律生反侧 何如早行一跃 比之敢待 那么因此齐英 就不等待清政府来答复 那就擅自的提前 在8月份 广州正式开港了 那么这个事情 就是齐英没有得到 清庭的允准 提前开港 那么这个事情 按照中国传统的 这种官僚体制 外交体制 这是一种专善行为 违法越权的 那么齐英在给 道光皇帝的奏哲当中的讲 说我自己很冒昧 是吧 没有等待清政府的这个答复 我就提前开港了 做了他们一个自我批评 那么但是 道光皇帝 在齐英这个奏哲当中 做了一个批示 说你办得很好啊 说所办可嘉 何冒昧之有 并不冒昧 说你那是深得大臣之体 那么也说呢 当时清政府的君臣上下 那么对外 是吧 对于英国 那么表现出了一种妥协性 就担心 这个一个月之后开港 会引起外国的这种不满 引发这个新的这种 争端 是吧 那反应它是一种妥协性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在184千年12月 有六个英国人 就是违反条约 到广东的一个黄崎村 去打鸟 那么这样呢 就引起了和当地村民的一个严重冲突 冲突的结果 是这六个英国人全部被打死了 那么另外两个村民也死了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英国的驻华公使 叫做德辟石 那么德辟石 那就要求清政府 要把所有的所谓的凶犯 要拿获正法 那么尔景他还提出来 要把黄崎村 和周围的两个村庄 要盖刑毁坏 盖刑毁坏 提出了这么一个无理要求 那么当时的梁广总督齐英 那么他就认为 他说这个案子 那么就他看来 是属于什么呢 叫做村民临时起义固杀 就是他的性质 定的一个性质 什么呢 这村民临时起义 是吧 不是蓄谋已久的 固杀 而不是误伤 不是他杀 那么按照齐英 对这个案子的性质 这个认定 临时起义固杀 按照大清律 应该呢 对于这些人呢 定为一个斩监后 就是定为斩首 但是不马上执行 就是缓急执行 那么但是齐英又担心 说这个外国人 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法律 那么性情很暴躁 是吧 如果说清政府不马上 对这些村民治罪的话 那么英国人就认为 清政府呢 是包庇村民 就会引起呢 这个中外之间的这种决裂 那么因此齐英 既没有谴责 责备英国人 违约到中国的内地 去打鸟 是吧 那么按照条约规定的 这英国人 是不能够到这些地方去的 那么齐英 没有对英国人 进行这种谴责 也没有等待清政府的 刑部的这个复文 是吧 那么是先 把另外四名中国人 现行政法了 没有通过清政府的允许 答复 就又杀了四个人 那是说 中国人原来在冲突当中 死了两个 在这儿 他又杀了四个人 那么恰好和死的 六个英国人是对等的 就是反映了七英 就是杀人惹长命 是吧 一命抵一命 反正他这么一种观念 那么齐英特别像 英国方面表示 说因为清政府 同英国友好 是吧 因此 对于中国这些百姓 是特为从严惩办 我是严加惩出了 说对于中国百姓 所加的罪名 十以加之数等 是罪上加罪了 加重了 那么 齐英这个做法 很明显 有很大的错 错误在哪